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上几课呢 我们做了一个 后台管理平台的一个模块 那要想登录到管理平台呢 肯定都有授权 所以呢 这几课我们再做一个模块 是登录模块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一个图来设计一下 在咱们项目的控制器的 因为咱们是一个模块 对一个控制器 所以有几点大家要注意 不要把登录模块写在用户模块中 虽然是属于用户登录 登录是属于用户的操作一种 但是尽量将登录模块单独提出来 必跟用户混在一起 那为什么不要混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程序的一个继承关系 其实这个咱们在框架里边呢 也都详细的说过 比如说我画的每一个方块 就是咱们要写的一个类 比如说最上边是 咱们框架里边的 smart类 这块是mytpl类 然后这块有个action的类 action是控制器的公用类 然后这块有个common通用的类 然后这块 比如说有刚才咱们的index的模块 这块再有刚才咱写的分类模块 然后假如说 还有咱们商品模块 还有咱们说的用户模块 那从这块是一个分割线 是一个分割线 上边的继承 这几个都属于框架里边的部分 那作为每一个控制器的一个 公用的部分 比如说在下边的每个控制器中 现在画的都是控制器 那在每个控制器中呢 咱们可以公用上面的所有资源 这都是这样的一个继承关系 如果咱们在控制器 写控制器类的时候 如果没有写它继承哪个类 它默认都继承common类 而common这个类它默认继承谁啊 继承action的类 都是这样的 而写在这个限制下的 也就是对于咱们这个程度来说 你看啊 继承关系 这里边都有负类的 咱们看到的action action继承metybrm继承smarting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在咱们自己写的 比如说admin下边的控制器下边 咱们需要写这么多类 下边 这几个类默认都是继承common这个类的 而这个类它里边又继承了action类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里边有个处理化这个it默认的方法 那 只要放在自己admin应用目标下的东西 都是你可以编辑的 也就是下边东西都可以写的 咱们使用主入口这种方式 最大的好处是做全线验证比较容易 所以呢咱们将这几个模块都需要验证才能进入 所以呢咱们将验证写到这个类里边去 因为上面属于系统级的 你没有必要在那里边开发 写到这里边 而写到这里边的common里边 给你提供int方法 目的就是什么 让你去使用的 比如这里边 输入一行警号 你只要访问任何模块 都会先调用这个方法 就像咱们项目里边 比如说lockhost的里边 系统prp下边的admin 你看 当然我这块有一个错误 没加分号 访问任何模块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 那访问这里边的 比如说 为什么没有后台构架了 因为它是这属于主体部门内容的输出了 比如index里边top 好上面有这个 菜单 mnu 有这个 访问这里边任何一个模块 用户模块的useradd 你看 都是这个 只要是你访问的模块 它都会先进行这个 所以只要我们在这里边写全验证 那就可以控制的所有模块的权限 这是单一入口 经过这个地方的好处 但是如果你想象一下 咱们做的是登录 登录呢 我就不用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大家 已经学到这个阶段了 对登录肯定是了解的 如果把登录和用户模块 混在一起去写 这里边具有用户的增上改查 又有登录退出的操作 那么 用户在一执行的时候 因为没有权限 他进不来 所以进不来呢 那登录模块也被限制住了 就登录的过程也被限制住了 所以呢 咱们必须让登录这个 把登录单独看成是一个模块 让他不是继承action 而是直接继承 不是继承common 而是直接继承action 这样的话 咱们在这里边写验证 就对登录本身这个模块是不需要验证的 因为他就是判断验证的 所以让他继承action 既有负列的所有东西 他又不需要验证 所以呢 在他这里边通过了之后 才能进到这里边来 才能访问到这里边每个模块 如果你想 如果你现在继承了是他 那么这个登录模块 假如登录模块的名 我叫他login 那就麻烦了 也就是 你想登录 但是本身这个登录的模块 你都进不来 所以咱们做登录模块 最主要是这一点 那我们登录肯定需要的一个登录界面 一个登录模块 所以我在写登录模块的时候 是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login.class.prp 这个类里边 我们在设计这个类的时候 首先做一个login 你手工的需要写继承了 extnds继承谁啊 寄成action 你因为在控制器里边 要么不继承 你要继承的话 不继承默认继承 comment那个类 你写继承的话 就是你继承的类 而继承必须继承action 所以咱如果写继承 就得继承action 不写就继承comment 这个类 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在这里边 登录有什么操作呢 那肯定有一个登录界面 那登录界面呢 是默认就是一个界面 所以放到index的方法里边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登录 处理登录 faction login 专门是登录 当然了 你不用担心它是构造方法 我这里边呢 从名的东西不是构造方法 只有用模式方法 才能写构造方法 所以这里边 把这个方法改起来一下 然后呢 把退出可以写到一起去 比如logout 有这么三个操作 在这里边 那首先呢 我们登录需要有一个登录的界面 那我就直接调用这次里边的 啊 Display 当然这个如果我不需要调试模式 我就可以 debug令把它关掉 好 登录模块 咱们就好了 有三个操作已经设置好了 那我现在需要 就有一个界面 是登录的界面 所以在这写个login 当然我这 咱们这份项目前的准备 只是简写一下啊 然后index的点tpl 那登录界面呢 我就简单写一下 我直接 rtml 我直接用一个表格吧 hed 斜杠 hed 来个标题 用户 登录 斜杠 tattle body 斜杠 body 然后 来个table 来个边线吧 当然你可以用样去写写的 漂亮一些宽度 比如说是三百 额利 让它放在中间 然后来一个 captl caption 放标题的 然后这块来个h1 来一个用户 来一个用户登录 然后我们有三行 tr 斜杠tr th 斜杠th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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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外层是一个登录表带 form 让它action 一点登录界面的时候 我首先将它用方法 用post的方法 传给谁呢 传给登录的处理过程 那就是当前模块下边的login 去处理登录 那这里边就是用户名称 然后用户密码 然后这里边有两个input 类型等于文本的尺寸 比如说等于20个吧 然后名字就叫做username 然后这块我也写一个input 类型等于psswrd密码的 然后尺寸也是等于20个 名字就叫做密码psswrd 然后这里边我们就不需要了 这会儿来一个登录按钮 是lg让文字放在中间 corspn让它等于两列 来一个登录按钮input类型等于submit 然后v流值等于登录 好我们现在界面就写完了 所以呢我们现在访问一下 admin下边的login这个模块 下边的什么 index就会出现这个登录界面 当然你可以做的一些漂亮一些 咱们只是没有处理而已 那首先呢我们做登录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边就需要做一条验证 什么验证呢 如果是没有登录的 不管访问什么模块 都应该让它进不去 出现这个提示界面 所以呢我们如果用户登录成功的话 我就需要在这个地方 把登录的标识放到session里边去 所以呢在session里边 咱们放一个adzelogin之类的一些标识 如果这个只等于1 我们就判断它是登录成功的 所以判断 如果adzeset判断 当然了咱们现在还没有处理登录 所以但是咱现在让它先进不去 判断什么 大乐福下号线 session里边 有没有aslogin 如果有这个 并且啊 什么大乐福下号线 session session session里边这个 aslogin 这个标识值 它什么 是1 我全等1 的时候是登录成功的 那登录成功我处理干嘛 直接转手一面就行了 所以我这会儿取个反 如果不成功的话 如果不成功的话 那我这会儿直接就用它跳转到 跳转到 如果数据里边session里边没有这标识 我直接用redi rect 用咱们框架里边的重定效 直接用它跳转到 login 这个模块下边的index 所以现在咱们现在系统里边 session里边还没有这个值 所以你在访问这个系统的任何一个模块 比如访问admin 他跑这来 你访问这个index的index的 他也跑到这来 你访问 goods下边的add 他也跑到这来 也就是现在后台 不管什么模块 你根本进不去了 因为我所有的访问模块 他必须经过这 而经过这会儿 我就看他有没有这个能进去的身份 他现在塞身里没设置 没登录 那登录的时候 咱们必须检查数据库 看数据库有没有这用户 然后他输入的用户密码对不对 如果有这用户密码还对的情况下 他才能进入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设计一个数据表 那比如说 mysecure-u root-p 123456 进来 use 其实说 PSP对库 那你看一下 我们 收一下 tblas 看一下有的表 我们这里边有用户表 我先把它 drop掉 删除 表 我重新建一下 创建 tblas 创建表 系统下边的用户表 里边我就简单模拟几个字段 比如说 有id int not 非空 auto 下号线 incre em incre em int prim ary key 主件 然后 有用户名 那用户名呢 我就可以用 vx 比如说 30个字符 然后 密码位 psi wrd 我时候用md5加密的 那就是x 比如说 32位 然后 还有 它的 假如说它有 这个用户的权限 比如说 1的权限 int 2的权限 int 整形 thre 3的权限 int 还有 4的权限 int 就四个权限 假设能有四个权限 当然了 这个权限 允许 你可以用二进制之类的去做 都可以设计 咱这只是简单 模拟一下 好 表冲就完了 比如说 我随便插入两个用户 insert into 插入到细说 user 里边 vres 值 id是1的 用户名是 比如说是 admin 密码呢 是md5加密的 md5里边的 admin 然后 one的权限 是1 他是管理员 所以权限 所有的权限都是1 然后 我在 假设有一个 hello的用户 然后 他有 1和3的权限 主件 因为我们让他自动 从长 空 少了一个逗号 然后 比如说 带有一个用户的权限 普通用户的权限 用密码 也是 user 然后 他什么权限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 select 新 不让我们从 用户表里边 看 我们就这么几个值 所以呢 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用户输入的用户名 我们通过用户名和密码 去查询 如果查到了 就证明他输入的用户 密码正确 才能查出来 然后把这个用户的 所有信息 包括 全信息 直接放到session里边 这样的话 我们在 这个用户 在操作任何地方 session里边 都有他的 所有的信息了 那好 如果 在这个页面 我们现在 将他提交给 是登录的模块 所以我们就需要 在 login这个登录模块 我们去写 他的权限上 因为表我们已经有了 但是呢 对于框架来说 咱们现在 需要连接数据库的时候 到了 那咱们现在 就应该 在配置文件里边 这话 改一下我们的 需要连接的东西 密码 123456 然后 数据库是 继续说 peerp的 然后 继续说 前队 好 我们到login这里边来 现在已经能连接数据库了 那我们第一件事 就是干嘛呢 当然第一件事是验证 用不输入空的情况下 我们就输入空或者非法的值 或者是 假如是登录模块 如果想安全验证的话 还得有验证码 几次登录 几次登录 几次登录失败之后 能让他怎么的 隔半个小时再登录 等等那些都是可以设置 因为你想的细节越多 那么流程越复杂 流程越复杂 代码越多 咱们现在想简单点 只写核心的功能 那首先呢 我第一步就干嘛呀 先通过用户密码 我们去找数据 比如说通过用户去找谁 呃 这块我现在直接这样吗 直接通过用户表里边去查询 因为我登录只是一个用户 我只要查一个就行 所以用finder去查 那按什么条件去查 wire条件 只查什么 那这里边呃 我就加一个数组 呃 查询 这里边 查询用户名 是$下方箭post 存过来的username 和密码 psswrd 等于md5 别忘了 这块有一个 呃 md5的一个 呃 加密过程 post 因为数据库里是md5的 用户输完 你也得将它变成md5的 然后再去匹配 好 这样的话 去查用户 那咱那个框架里边犯的方法 有一个特点 如果找到了 返回来的就是一个数组 就是数据库里边的 这一条记录 形成的数组 如果找不到它就是假 那我们只要直接判断就行 如果$username 那如果是假的话 那就是走否则的路线 如果是假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提示 这次里边直接提示 EROR 用咱们框架里边 复利给我们提供的 用户登录 失败 然后请重新登录 这样的一个提示就行 然后重新登录 让它怎么的 让它三秒钟转向 本模块的index的 还是要的一个登录界面 那如果这块是登录成功的 反而是数组的话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直接把这个数组 返回这个数组 直接给session 这样的话 session里边 内容就是这个数组里边 取出的一条记录内容 这样在各个脚本里边 都可以用到session数据 也就都可以用到这个用户信息了 但用户信息 你密码放里边是没用的 因为咱们密码就是登录的时候用一次 所以这块我们就可以用一个field 你想用什么字段 这里边加什么字段 比如用id 用用户名 user name 用它的前线 1 2 3 4 4 看一下 用这个去插照 然后呢 我们必须得告它这一个标识 什么标识呢 登录进来了 登录进来了 只要是这个session 用户取成功 数组里边已经数据了 放到session里边去了 然后在session里边放一个标识 什么标识 就是咱们前面判断的 A字 login 这个名称你可以随便起 等于1 就证明 以后我在这个地方 比如common这里边 判断A字login等于1的时候 那就是登录成功的 否则就是登录失败的 否则就是登录失败的 好 那这样的话 登录系统我们就写完了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边用 admin 假如说我用错误的密码 错误的用户名 错误的密码 登录 你看登录失败 如果我用正确的 admin 一点登录就会登录成功 那登录成功之后去哪呢 标识方案1了 那登录成功之后 我就可以给它转向首页面 那转向首页面直接 不用提示说登录成功 只要进入首页面 用户就自然知道登录成功了 直接让它转向 i d r i r e c t 重定向到 主页面 咱们上几个写的 index模块的 index的 这是首页面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输入admin 密码admin 登录 你看 直接就进入首页面了 当然在首页面里边 我得知道 当前登录用户是谁 我还得让它退出 所以呢 我们现在需要在 在这个上面写上 当用户你好 就写上他的登录的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 在 试图的 手页面的顶部这块 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 加一个 underful nbsp 分号 多空几个空桌 当然你用样式 靠左 靠右去版就可以了 然后 用户 你好 你要客气点 可以说你好 用户 你好 用户谁啊 那这话 我就可以用上一个 因为在 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已经将用户的 所有信息付给 塞身了 所以这里边用户谁 塞身里边已经有用户名了 所以直接通过 smarty的保留变量 sf塞身里边 用户名 这样就可以取出来 用户谁 你好 你看 刚才登录的 用户 itmi 你好 然后 后边 假如说 我想加一个 让它退出的 加一个 a链接 h hif 等于 斜杠 a 退出 那 这块 只要写上 到哪个模块去处理 退出 到user 是 app 下边的 login里边有个 logout 咱们 有个logout 这个方法 专门是 我们去写 退出用的 看到这个了吗 专门去写 退出用的 但是我一点退出的话 那这个logout 退出的提示界面 会在本页面写 而本页面是一个 分针 是一个顶部 它不会是整个页面 弹出提示之类的 会在上面提示 退出 那这很麻烦 所以呢 咱们必须要退出 退出完之后 回到的是整体的 首页面 所以我这块 必须写个target 退出 点这个链接 你去到哪 因为点退出了吗 分针有可能就没有了 是一个登录的界面 所以tacket g top 回到顶部 就不会在当前的 分针里去显示了 那我们现在需要写的 就是login里边 如何写退出 跟咱们讲 前面咱们讲 绘画控制 写退出是一个原理 很简单 先把 用户名 拿出来 等于 大楼下键 session 不然的话 提示谁退出的话 session清空的话 就没有了 把用户名拿出来 然后呢 将第二步 将session里边 因为session的数据 默认都是开启的 所以你不用session star之类的 所以这就做第二步 将session的整体数组 复生空 那不光将这样的话 服务区端的 session文件保存的数据 就全没了 然后呢 $下锅线 session 用什么 session 下锅线 ds tory d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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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用这个干嘛 销毁 session 这样的话 让session在服务器端 存的那文件 全部干掉 然后呢 如果是基于客户端 cookie的话 咱们要将谁呀 要将客户端的保存 cookie里边保存的sessionID 也删掉 那先判断有没有 判断 asset 如果$下锅线 cook e里边 有 因为它保存cookie的下锅名 是sessionname 如果 这块 cookie里边保存了 这个sessionID 通过session名保存的 那么就setcookie 把它干掉 那同样 第一个字段 session名 然后 第二个字段 比如说设置session的值 那就设成空嘛 然后第三个时间 当前时间 减缺3600 让它马上过去 马上过期 然后呢 从根 以下全部清除 这几步 咱们就可以销毁一个session 那销毁session同时 如果销毁了 我们就直接可以 跳转到success 再把成功 然后我们就可以是 这块 用 再见 如果大家对session不熟悉的话 那这块咱们详细的说 因为前面咱们重点讲过 你可以到前边 咱们绘画控制那一张 再详细的了解一下 然后退出成功 再见 谁退出成功 然后退成功 一秒钟再转向 本模块的index的 那个添加界面 那这样的话 我现在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一点退出 好 再见谁admin 退出成功 就回到这来了 那退出的时候 你再进入哪个模块 也进不去了 index的 index的 你看 都是进不去的 你只有重新登录 比如说 我再用hello登录一下 好 这样的话 你好 hello 我再用user用户登录一下 user user 看一下 这就是user用户 退出 我再回到admin用户 这样的话 咱们就是做一个登录平台 那后台这三个 都是管理员用户 那有可能说 有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那其他管理员用户的话 全都一样也不太好 因为咱们 就有 后台是分角色的 那 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权限 比如说 现在我这里边有 1 2 3 4 4个权限 假如说 admin用户 有1和3的权限 假如说 有1的权限 就能够编辑分类 有2的权限 就能编辑商品 有3的权限 就能编辑用户 那就看一下 他能编辑哪个 1 2 3 3个 这三个模块 咱们假如这个 那怎么控制这个呢 你不用一个模块 一个模块去写 你只需要在这块去写就行了 比如说 现在 咱们从数据库里边 刚才给咱们看到了 刚才看到这个数据库的 有1 2 3权限 管理人全是1 这2权是哈喽 然后3呢 是没有权限 那我们在这块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判断就行 比如说 如果 在咱们项目里边 记者有两个 你访问的模块 名称在$下方线 get里边 m里边 你访问的操作 在 这前面咱们讲话 也重点说过 在get里边的 a里边 比如说 你现在访问的是 用户模块下边的add 那么 $下方线m就是user 那这个就是add 假如说 有1的权限 我让他访问到分类的管理 如果不是1的权限 就不让他访问分类的管理 有2的权限在这个 有3的权限是这个 那我怎么办呢 因为权限在这个表里边取出来之后 现在直接已经放到session里了 所以我看一下 我现在在哪个页面打印一下 这个session比较合适 比如说我就随便在top里边吧 在这吧 p打印一下 $下方线 get这个值和 打印一下 $下方线 session 单了 咱们很多框架都用rbac来做 但是对于一些小项目的时候来说 你只要不动态分别权限 没有必要用rbac啊 小心一下 你看一下 我现在访问这个 session里边有用户名 万多数数都是1 slogin是1 用户名是admin 然后m是index的 h这个 那我访问的任何一个模块 比如说 用户模块 你看 用户模块这个 他现在访问的 m是user 是这个 所以我只要判断 访问的是哪个模块 它有没有1的权限 如果这两个都成立 那这个模块 它就可以通过 如果不成立 就不能通过 所以呢 这只是假设一个小的一个应用 那我就在这块简单判断一下 比如说 这块 如果有1的权限 并且有1权就能访问 比如说cet这个模块 那我可以怎么做判断呢 很简单 只要写个if 如果这块$下方线getm 模块 名称等于 1 cet的模块 你这能表明 你是访问这个模块的时候 在访问这个模块的时候 并且啊 谁呢 $下方线 sesssession session里边的1 比如这个权限的值 不等于1的时候 你既访问这模块 这个权限还不等于1 那你就不能访问了 所以这话 我们就直接来提示 这次提示一下 EROR 提示什么呢 用户 $下方线s sesssession里边的 username 用户他 用户 这个 权限不足 比如说权限不足 你不能 管理分类 这样的一个提示 然后让他比如说有错误 不能管理分类 比如说三秒钟 我直接用他到 手艺 index的下边的 index 这样的话 只有万权限的 才能访问这个 那这里边 你看 直接访问一下 admin的首页 因为前面是登录了 像admin是有万的权限 我同样 你还可以访问的 那哪个用户没有万的权限呢 比如说重新一下 user用户 是没有万的权限的 你看访问商品 这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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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一点 添加分类 好 你的权限不足 你不能分类管理 对吧 当然跳到时候 跳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在整体的一个区域 跳转 那 这权限不足 那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 有to的权限 可以访问到 第二个 那我就可以 一次写下去 你同样道理啊 如果 我们现在的模块 是 这rbc 这原理 只是把这个权限名称 什么之类的 存到数据库里而已 m 如果是等于 goods 并且to的权限 等于 不等于 那 你全部都不能管理 比如说 商品 再同样 再加一个 如果模块是 如果模块是 假如说 咱们还有一个用户吧 3 不能一 不能够管理用户 这样的话 第三个用户 如果你都有的权限 比如说 我退出一下 我用admin登录 用hello用户吧 你看 他这个有1的权限 这可以 这个有1的权限 13的权限 可以有 2的权限没有 权限不足 是吧 但你跳转的时候 可以跳转到 整个index的这个模块 然后你里边写上 他盖的那个目标 他就是在顶层显示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权限 如果想控制 比如说 想控制 假如他有4的权限 他可以 对分类进行编辑 但是不能对分类进行添加 那这又怎么做呢 所以这块 你在这判断的时候 你再多加一个就可以了 假如说 如果模块 是CAT 并且 $下降线 get A 它是什么 add 是添加 而且这个权限 for 还不等于1 那这个时候 就是你的权限不足 你不能够管理 分类 添加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的话 就有一部分来操作了 你看 编辑分类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里边 这个权限也没有 这个权限没问题 你看一添加分类 好 还有权限不足 你不能管理分类添加 这就可以控制到 某一个操作 而且在任何方向 都没有操作 当然了 咱只是在控制 不要点击 通常咱是不是这样的提示的 因为咱们可以做到什么呢 如果没有权限 就让它不显示这个 就可以了 它有哪个权限 它显示哪个菜单 没有权 菜单根本都不让它显示 然后它直接请求呢 才是这块真正的限制 所以不用管 刚才那提示界面 没有权限的界面上 根本就没有这个按钮 而且这会现在很安全 不管它怎么访问 你看啊 假如说它现在是哈龙用户了 它访问 添加用户 比如说用户模块的 add添加 它有这个admin 它有这个权限 看现在是哈龙用户 哈龙用户没有的权限是 to to的话商品没有 假如goods add添加 你看你的权限不足 不能够管理商品 然后回到这个页面 就只要是这么限制住 它怎么访问 它的进入不来 可以控制到模块 也控制到模块的操作 那如果一个权限它有多个的话 你可以这么做 比如说 假如我们在这话 假如它有五的权限 那我们将它是可以管理 有五的权限 就可以管理分类啊 商品啊 和用户 这三个都可以管理 那我就可以做一个数组 比如说ars等于arev数组 比如说这名称是有分类 还有用户 还有商品 这个数组 然后判断 如果$消息 get里边的 可以用这个 in消息 arev再数组 判断 如果$消息 get 你访问的这个模块 m 如果在哪个数组呢 在这个数组里边 并且 $消息 s ln 塞身 五的权限 fi ve 它不等一 那这样情况 我们也可以输出一个 什么什么权限不足 权限 不足 都可以这么去做 然而这个 你可以任意的去判断 小的权限 这样可以动态加 如果你想做成用后台管理 添加一个用户 去设置的权限 有哪个能操作 哪个不能操作 那就需要把添加用户 那设置权限这个东西 写到数据库里边 然后这里边动态去取出 哪些权限 哪些模块 但是判断是一样的 这就是 RBC动态去处理一些权限的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 这节可以大家介绍的一个模块 登录模块 登录模块 只有登录才能进入管理平台 也是一个重要的模块 虽然不是主要的模块 那下节课呢 咱们 我再给大家做两个模块 然后咱们就 然后再做一些项目中 常见的一些功能分析 然后呢就开始项目 比如这 下节课我给大家开始介绍 无限分类的设计和使用 然后还有商品管理模块 这是下节课需要介绍的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接到这里 谢谢大家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男生再学 PAP 孙 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兵重 金座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图伤悲 洛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远 不觉晓 处处 学PHP 在庭院 做 礼物 在庭院 学 西修 PHP 重力 寻他 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 正在学 吉利 可 优优的 优优的 自由 混译 优独的 优独的 小子 优独发